歡迎回來財經大百話 本段我們聚焦 雷諾全球大規模的裁員 1.5萬人 在法國這邊數千名的員工 是湧到了這個工廠周圍包圍抗疫 好 這首先我們來問一下世聰哥 因為其實我們剛剛講到說 現在這個雷諾 其實我們這個節目當中 已經追蹤了雷諾跟日產 好久一段時間 現在這受到這個銷售衰退 傳出大裁員的消息 但是也使了這個 法國這一邊的員工非常的不滿 所以數千名的員工 都是包圍了這個工廠來抗疫 聚集在這個法國北部的工廠外面 大聲的抗疫也維持了好幾天 現在我們看到說 美國的汽車產業 其實也是慘兮兮 但是大家有變換商業模式 有動一下頭腦 就是說用網路來賣車 而且還送車到府 這業績還逆勢大成長 在這一波雷諾的獸身當中 我們看到 這一邊雷諾是獸身裁員大抗疫 但是另一邊又有一些 因為疫情而出現的 這種汽車業的新變革 對 事實上在這一波的疫情之中 我們可以看到油價大幅的下跌 我們曾經在節目中 也講很多油價的故事 可是大家想說過去油價下跌 應該照理說汽車會賣得很好 可是並沒有出現這樣的狀況 主要因為各國都在封城 而且現在剛才兩位都提到 那種所謂在家上班 很會變成趨勢 那我幹嘛開車出門 就是沒有需求了 所以汽車的銷售量 就大幅的下滑 其實也不只是雷諾汽車 各國汽車業 都出現非常大的壓力 我們要如果以全球來說的話 第一季的這個銷售量 跟去年同期相比 大概下滑了26% 但是從4月5月下滑幅度更大 我們如果以歐洲來講的話 歐洲4月的下滑幅度 跟去年相比是下滑了52%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一半去年賣的車一半不見了 那你就知道說 對汽車業的壓力 當然相當相當的大 很多法國人 很多因為法國有幾 兩個 一個是保斯 一個是雷諾 這兩大集團 在今年都不約而同說 可能會出現危機 甚至法國之前的高官還說 如果不救救這兩家公司的話 搞不好他們未來會消失 到底有沒有這麼嚴重 事實上首當其衝的是雷諾 為什麼首當其衝的是雷諾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畫面裡面 就是8000名員工在場外 這個侍衛 為什麼要侍衛 因為雷諾準備要裁員1.5萬人 為什麼他需要裁員1.5萬人 因為去年的業績相當不好 在未來展望一段時間 也相當的不好 為什麼會這樣 我們其實在節目中講過 之前雷諾的前執行長高恩 對不對 他被抓了之後 事實上原本是由他的接班人 波赫黑來繼續擔任 但沒想到他也因為這個 因為我們知道雷諾之前要推行的是 他要把雷諾日產跟三家公司合併 就這個路線遭到否定之後 他也去職 去職之後 雷諾經歷一個人事的大動盪 後來換上誰 他們新的執行長叫聖納德 他是從米其林輪胎挖過來的 當時他從米其林輪胎過來的時候 大家覺得說你怎麼挖一個 我們是坐汽車 你怎麼會挖一個賣輪胎的人過來 其實他就是要改善 他跟一些供應鏈的關係 因為之前的高恩 他其實比較高壓統治 他跟很多供應商都處得不愉快 所以聖納德就是要做這樣的工作 就是重整的一個工作 重整的一個工作的時候 他一開始就宣布說 我要在三年之內 減少大概20億歐元左右的一個 人事費用跟成本 所以他就必須要裁員 裁員的話就要裁員1.5萬人全球 其中有4600名是在法國 尤其是法國的一些重要車廠 所以尤其是在法國的 北方的一些車廠 他預計未來要關閉四座 所以為什麼這些人會去抗議 我的工作機會沒了 可是像現在馬克宏 不是砸了80億歐元 所以說要來救汽車業 現在也來不及了 是 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因為他要瘦身 所以包括說像摩洛哥 羅馬尼亞或俄羅斯的新廠 都可能要減緩 另外一個就是你剛才提到了 法國也決定要砸錢 他要砸80億歐元左右這個數字 他就說一部分是給汽車廠商 紓困 一部分他要補貼民眾去買電動車 我今天講是買電動車 三個字 他電動車是每個人補助7000歐元 7000歐元 現責新台幣大概是23萬 你可以去買電動車 可是問題是現在雷諾 他坐電動車的比重 並沒有那麼高 所以這個是看得到 但是好像短時間 也吃不到了一個大餅 好像是說雷諾 現在要轉型坐電動車 所以才有這一波的裁員 但是問題是沒有那麼快 對不對 所以你要說 因為這樣的紓困方案下來之後 有那麼快能夠藏到這個甜頭 沒有 所以他就必須要進行一個 裁員的動作 這是在雷諾 自己本身的製救方案 另外就是說 這個肺炎會不會改變 這個所謂的汽車業的營銷模式 當然也會 我們剛剛其實過去 我們在買汽車的時候 大家都很清楚 我們可能就去銷售點 然後去那邊看 然後偶爾去試車試駕 然後就決定 我們都要去試 都要去銷售點 去看一下對不對 但是現在美國居然說 因為疫情的關係 他們有一家叫 卡特爾米爾斯的這個經交商 他就說了 我就乾脆這樣子 我用網購的方式 那網購當然我要拍 所有影片都要拍到網路上 放在那個地方讓你看 你看了之後 他們有一個三天的鑑賞期 也就是說你可以下訂 譬如說我要這個電視上 這個螢幕的這家 這個奧迪的車 好我要訂 訂了之後 他就開到你家來 開到你家來的時候 他們當然也會全副武裝 這個戴了口罩什麼 然後交給你之後 三天 你三天之後 如果你開了 你覺得不愉快的話 你可以三天之內退貨 那就用這樣的方式 所以他變成是一個 倒甫服務的情形 那原本他們想說 三天的這個鑑賞期的話 會不會大家都退貨或是幹嘛 結果沒想到沒有 大家都好像很滿意這樣的模式 反而退貨量相當少 那因為退貨量相當少的時候 他們毛利就可以拉高 因為成本變得比較低 而且他們就說 他們過去其實是在做網購 只是網購的比重 大概是只有5% 結果沒想到 因為這次的肺炎之後 網購爆衝到25% 而且民眾都相當滿意 這樣的狀況 這會不會變成是一個 新的營銷模式 特別在汽車產業中間 這也是未來一個值得觀察的方向 接著我們來問一下這個陳彥哥 因為這場疫情 我們看到說其實也改變 這個汽車業的銷售模式 剛剛這個視聰哥分享到 現在竟然可以線上來購車 但是現在我們也看到說 像是彪博 他也講到說 現在很多這個美國的公司 在發行的規模 已經攀升到1兆美元了 可是很多的企業 卻面臨到要被降頻的這個危機 像是現在就民眾的儲蓄率 是拉高了到百分之三 三十三percent 這是創下一九六零年來的最高紀錄 但我們剛剛講到這個降頻 竟然有一千多家 很可能要面臨到這個降頻的危機 現在美國的經濟狀況 到底有哪些現象 正在反映出來 基本上他就會變成 這一波會分成幾個階段來討論 第一個 因為去年的景氣還算是不錯 而且股價大部分的公司都大漲 所以這個時候 他發行債券 對他來講是相當有利 第一個市場的腐爛的資金多 第二個市場氣氛很熱絡 所以為什麼大幅度的 大家出來發這個債券 而且是這個投資等級債券 大量的一個發行 但是像現在剛剛講到說 這個汽車有連福特 都被評成是垃圾 對 那這樣會倒 因為這一波發行的 已經超過一億美金 一兆美金 那這樣會變成一個現象 因為接下來的景氣的狀況 如果往下走 恢復的速度沒有那麼快 整個企業經營的環境下降 標譜現在要把這些 從這個AA到B減這個範圍 大概有超過一千兩百家 被調降平等 三月的時候 其實他調降是860家 二月是649家 你就會發現說 這一波債券平等 被調降的幅度是特別大的 對 那這會產生兩個衝擊 第一個對投資等級債券市場的衝擊 第二個對這些公司的股票 當然也會產生衝擊 這兩個影響都會發生 那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跟現在民眾的一個消費習慣 有很大的關係 我們先看到的這個是 在這個投資等於債券 發行的量太大了 那這麼大的情況下 如果大幅度的公司 又被調降平等 債券一定會被調降平等 那其中你看像這個迪士尼 他的股價大漲 結果分譯師竟然跳出來 叫大家趁現在買股票 為什麼 因為他說不會賺錢 你這個遊樂園開了以後 二十趴三十趴才能進去玩 很多地方也還沒開 還有這個社交距離的問題 那更重要的事情 還反映在另外一件事情身上 就是現在美國民眾 過去他是不太儲蓄的 現在既然所得增加 整個消費大減 為什麼 他的儲蓄率大幅度提升 那當儲蓄率大幅度提升的時候 美國這一次的這個寬鬆的泡沫 推成這樣 錢全部砸出去 他本來是希望按照我的模型 就是我按照是你過去的行為模式 對不對 我沒有想到你的儲蓄率 會他拉那麼高 那按照過去的模型 我錢砸出去 你會消費 消費的結果 整個層數效果會出來 企業發了這麼多債 他的營收回來 他錢利潤回來 他還得起 那可是問題是現在不是 現在是你竟然儲蓄率大幅度的判高 這是過去六十年來沒有看過 那你大幅度攀升的結果 我的模型就會被改變 企業也賺不到 企業賺不到 而且消費大幅度減少的情況下 那現在最大的問題是 所有這些以消費 因為包括日常的消費也減少了 包括娛樂 包括旅館 旅遊 這些全部減少的情況下 那這些相關的產業的營收 沒辦法按照模型 這樣去成長的時候 那會產生什麼樣的問題 當然未來可能就會產生緊縮問題 所以加上現階段 我們看到包括食物成本 各方面的提高 我現在擔心另外一件事情是什麼 就是這個寬鬆的結果 快速的一個升 這個股市大幅度攀升 那失業率現在在高檔 那會不會又把物價推高 就出現我們所謂的痛苦指數 大幅度攀升的現象 好 所以接下來下一段我們來看 這個美中貿易戰 再加上這個新冠肺炎的疫情影響 現在衝擊到全球的製造業 現在有一說 現在已經不是世界工廠的模式 而變成了區域製造 馬上回來財經大白話